日同上一集啊 這東森新聞完整介紹完 美國共通核心教學標準的利弊得失之後 就讓許多華人家長都注意到了 這教育變革對孩子的影響 確實是不小的 有必要要開始規劃 不過呢 卻有一家教育機構 早就跑在最前面 所以在2015年呢 而這個2月初 就成功的幫助了40多位的學生 提前申請到了長春藤名校 到底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 趕快來看這一集的東森新聞 特別發現到的 名校申請捷徑 我們開啟了一個競爭 叫做競爭的競爭 所有五個國家 我們說 如果你們展示我們 最新興奮的計劃 去增加教育的質素 和學生成功 我們會展示你錢 2015年 共同核心教學標準全面啟動 這項衝擊全美各校 1到12年級學生的教育變革 讓許多華人學生與家長 感覺很無助 更不要說 一些沒準備好的學校老師 同樣手忙腳亂 然而 這對前哈佛面試官 恩利來說 可是一眼就看出方向 不只能幫助學生全盤掌握 共同核心教學標準 實際拿出2015年 長春團名校的優先入學龍虎榜 從全美頂尖學府 到某部分專業最強的大學 這所教育機構 所開出的教學成績單 格外亮眼 也因此而深受海外留學生 資深教育顧問 捐株的青睞 甚至主動推薦家長 一招聰明的懶方法 深井大學 除了你的GPA之外 是沒有人能夠幫助到你們 學校沒辦法幫助到你們 我是心有餘力不足 我也沒有那麼足夠的經驗 來幫助你們 那只有哈佛園 可以幫助他們 因為我把他們送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就不用再擔心 他們的SAT和ACT的補習 他們的整個的選課上面的科學性 包括就是你課外活動的選擇 中文上面兩位教育專家的說法 一些家長可能輕易誤以為 只要選對教育機構 讓學生成績全拿A 就可以進入長春藤明校 然而事情可沒那麼簡單 因為在共同核心教學標準下 課程難度降低 更多人都能拿高分 相較之下 學生是否能有傑出的課外表現 就變得更加重要 因為共同核心教學 每個人都在同樣的層面 所以學生難以為 學生難以為 學生難以為 你必須要是 重視更多 在參與 教育、領域、 獨立的活動 和其他學生的項目 並不相關於共同核心 所以每個亞洲人 都玩樂器 每個人都玩樂器 所以很棒 維持這樣 但在加上 嘗試做其他 其他學生的項目 幫助你 在學生的項目 明白課外傑出表現很重要後 一些家長恐怕又會誤解 以為隨便幫孩子選個課外活動 就可以輕易蒙騙過關 然而這些可騙不了 長春的名校的面試官 因為他們所謂的課外傑出表現 可都是要看國家級水準 我認為是科學生的項目 科學生的項目 科學生的項目 如果你是科學生的項目 在美國的項目 科學生的項目 我們有一個學生 他在世界上項目 科學生的項目 在世界上項目 是科學生的項目 是最好的 你必須有高級的項目 如果你是好玩樂器 試試成為最好玩樂器 或是美國的項目 不要只好玩樂器 因為很多人玩樂器 無論你做的項目 試試成為最高級的項目 要孩子拼上全國第一 才有機會進入長春藤名校 這讓許多新級的華人家長 往往事與願違 一下子就會變成虎爸或虎媽 這時該怎麼辦 身為資深教育專家 Ann Lee 當然也有解決方法 Tiger moms they force a lot you have to do that because kids are young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nd so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o have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so the student is not too stressed out and they understand why this is happening they understand this is better for their future so as a counselor it's so much better for me to say hey I took AP classes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here I can tell you from my experience it's much better to get A's in your classes and go to a good college so sometimes what we tell students is more powerful than what the parents tell their students 從破解共同核心教學標準 建議學生注重課外表現 到努力爭取國家級的成就 這就是許多教育專家嘴型公認 2015年申請長春藤名校的三大敲門專 至於華人學生申請名校時 如果碰上校方 限制族裔申請人數的潛規則時 該怎麼辦 歡迎華人家長繼續鎖定 下一集的美國教育專題 東新聞葉永志英紅文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